从哪个城市来的 广西南宁 楼下是个理发店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说是喝茶的 感觉比较新颖 一间茶室里边卖卤肥肠 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很奇怪 怎么会想到把花椒放到茶里 在哪学的 就自己瞎想的 这不会剪进去吧 我不会剪进去的 我觉得有花椒在里边更符合 送源泉州 好吧 因为毕竟香料是这个城市 一个很重要的名片 对 从咏春来到泉州 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这样的茶室 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勇气做这件事情 梁静如给的勇气 把勇春的一些严肃带到泉州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勇春很特色的一个餐饮 库库的一个桌子 这个是比较古早的一个版本 你这是两个大男人 第一在一个理发店上面开一家茶室 第二在空间里面又放了一个屋檐 就泉州本来就是很多元 然后又很包容 到处都是庙宇嘛 神明嘛 对 然后我就想把那个 宫庙美学 用比较当代的方式去传达出来 所以说真的是有一个桌子庙 还是说这个是因为你 对 因为我 我自己设置了一个宫庙的一个名字 中山路于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中山路于我来说就是 叶方的历史 我觉得这些茶馆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 应该是突破他们的认识 希望是可以读止 是里边的内部 还有包括我们饮茶的东西 还有包括茶配这些 已经突破了很多很多人 希望说之后也慢慢的往这个空间 填充更多的一些好玩有趣的内容吧